陪同操作人员搭配广播声响 把车辆停在停车塔之后 紧跟在后的还有其他车主来取车 轿车缓缓降下 最后来个180度旋转 要知道上百个红外线感应器 射向各个角落 紧密操控车塔内的一举一动 不过驾驶人一定要搞清楚 停车塔的保养维修 不是一般人就能操作的 从921之后 越来越多升降设备的厂商 开始注意到系统内 纳入防震系数的设计 而且技师每年至少要帮停车塔 做到一次大检查 看看这座十层楼高的机械停车塔 能够停放36台自小客车 标准全放在车塔大门上 车体的长宽高和重量 写得一清二楚 停车格往旁边移动 让地底下的车位开始往上升 最后倒车入库完成停放 只不过同样都是停车 这种油压式的机械停车位 跟停车塔都一样 驾驶人得做到这个动作 才能下车 把车辆停妥之后 最重要的就是要 拉起手刹车 以避免车体 在机械车位的托盘上方 胡乱晃动 要知道车辆有没有停好 就听感知器的 请报声当参考依据 不过墙面上 贴有任何的使用规则 驾驶人最好务必遵守 以避免机械车位操作故障 车辆停放在停车塔 或机械车位的过程 就像人搭电梯 升降之间 驾驶人或陪同操作人员 不但要掌握车辆状况 也得熟悉机械停车操作 才能顺利停放 不至于升降卡卡 记者陈思远璋 郡董在台中的采访报道